海上联合2012中俄联合军事演习 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三天 所有的参演舰艇陆续开赴演习海域 正式开始时兵时装演练 早上所有参演舰艇陆续驶离码头 开赴演习地域 这次军演双方共25艘船参演 中方18艘 俄方7艘 参演兵力分三个舰艇编队 第一个编队由中方组成 第二编队为俄方战舰 第三编队由中俄双方混编而成 此外还有航空兵力群 潜艇兵力群等 也将在军演中担当不同的任务 今天是时兵演练第一天 双方参演舰艇可能进行防空编队 反潜演练 以及联合通信可见观察通信演习 之后预计将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 建立海上防御体系 海上联合保交作战 实际使用武器等科目的演练 对空对海对潜的时兵实弹射击 将成为本次演习可看性最强的内容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